嗨大家好我是李渺 最近的日本有一条让人震惊的新闻 它说的是20几岁的日本年轻人 有40%没有和异性约会过 那这份日本内阁府的调查就说 20几岁的日本男性 里面有66%他们没有恋人 那报道出来之后 大家都非常的震惊 就惊叹说 原来全球最严重的少许话 发生在日本这是有原因的 年轻人不约会不恋爱 当然就不结婚了 那不结婚就会直接造成少子化 日本年轻人他们真的不谈恋爱吗 我们看这个表格就能看到 20到40岁的单身日本男性 38%是没有谈过恋爱的 24%的日本女性也没有恋爱过 这个比率还真的很高 那么很多日本年轻人就会说 他们其实没有机会去结识心仪的异性 真的是这样的吗 经过很长时间的交涉 我们潜入一家日本的婚活party 这婚活叫做kun katsu 就是相亲的意思 我们去看看 这名男子今年27岁 他是一名普通的公司员工 他几乎是没有恋爱经验 他说他很想找女友 想了很久 那么自己工作的地方是 没有去结识一性的机会 当然社会人になってから 出会いというのは 結構減ってきちゃってるんですけど それもあって 色々自分から行動しないなと いけないと思って いい出会いがあれば 嬉しいなと思っているので 頑張ってきます 静県有必要的 出会いがあれば 正面的 形勢给你 那我们在现场就看到这名男子呢 在这儿成功的和两名女性交换了联系方式 他说他很希望对方能够回复他 也期待能会有进一步的发展 那这个相亲party呢 其实年龄他们只限在30岁以下的 日本男性女性参加 主办方就说 感觉来参加相亲的20几岁的年轻人 他们都有很强烈的想要结婚的愿望 那么在日本年轻人 他们不恋爱的背后呢 其实有一个词 叫做3M男子 翻译成中文的意思就是说 他们做不到 再浪费时间 嫌麻烦 与其浪费时间去恋爱 去约会呢 他们觉得不如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3M男子って言われてるんですけど もう無理 無駄 面倒くさい この3M男子はですね そもそも婚活イベントとか 恋爱相手を探す場所に 出てこないんですけれども それがかなり危险です 女性が強くしっかり成長した 男性はもともと装飾で そんな特別平成とか令和になって 装飾化したわけではないんで その女性たちの期待に 答えるのが辛くなって うん 逃げ出したケースもあるんじゃないでしょうか 我们还采访了另外一个 网上相亲活动 那说起词の偶難呢 有人就说 现在呢 个人的自由时间 可做的事情太多了 所以根本就不会觉得孤单 还有人说 在日本 鼓起勇气去邀请女性吃饭 会被认为是性骚扰 所以呢 现在男性都变得非常非常的謹慎 我们这次采访的感触就是 大家对恋爱啊 都是比较消极 比较被动的 30分钟 我的心扇 比较合 sized 比较早 比较合復许 比较冠 比较自然 和夜 我认为YouTube或家庭生活在家庭上的程序 我认为外出要的意识不足 我认为家庭生活在家庭生活中 我认为外出不足的事情 所以我认为婚活 最初是在她的形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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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她的狗狗失去的狗狗失去的 我最初是一番漠然的感情感 ハラスメント、プライバシー、ストーカー 日本的少子化实在是太严重了 在今年上半年先生婴儿只有38万人 所以今年可能又是一个新低 而死亡人数在上半年超过了77万 结婚的夫妇是26万5000多对 比疫情之前少了5万多对 所以一起让大家变得更加保守 不愿意结婚不愿意生孩子了 那么人口越来越少 这个社会还有希望吗 不真正解决少子化 也许日本消失真的只是